几大西土开采舞弊案再有人落网 这次是州政府机构一名高级官员 涉嫌所谓100万令吉 几大看守中国大臣拿出席沙努西证实 他的资深官员遭反贪会逮捕 至于登加楼则有公务员滥用职权便利 举荐亲人所属的公司承拦政府的项目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反贪会雷厉风行 彻查几大西土开采舞弊案 昨晚8点以协助调查的名义 逮捕一名州政府机构高级官员 今早获准将他延扣到星期三 这名官员也是西土开采舞弊案的第四名落网者 消息指出这名50多岁的男子 涉嫌向一家公司持有人索取100万令吉贿赂 案件将援引反贪会法令 第17和第23条文展开调查 击打看守州乌大臣沙努西随后证实 今早得知他的资深官员遭反贪会捉拿 也不清楚逮捕的原因 但据他所知只是协助调查 公务员执法犯法滥用职权为亲人谋取利益 说的是登嘉楼一名县议会官员利用职权便利 在2019年举药由妻子经营的一家公司 承拦一项价值数10万令吉的州政府项目 反贪会官员昨天先后逮捕这对39岁和45岁的夫妇 并充公好几辆在他们名下的豪华轿车和摩托车 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23支腰烂全条文彻查案件 刮拉登嘉楼退市庭今天允许当局将嫌犯严扣三天协助调查 镜头转到柔佛 一名直销商涉嫌洗黑钱设下投资骗局 涉及数额超过370万令吉 今早在麻坡地庭面对四项控罪 前三项控状指出36岁被告掐飘逸 在2021年2月到6月期间洗黑钱 数额高达81万令吉 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第41支B条文 一旦罪程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 罚款500万令吉 或不少于涉及数额的5倍 是何者为高 至于第四项控状则是指控被告设下投资陷阱 匡骗289万令吉 抵触刑事法典420欺诈条文 一旦定罪可被判监最高10年 鞭吃或两者监失 被告否认所有罪名 获准以8万令吉保外 案件则定在9月27号过堂 有点訊息 请 celebrate 面船 osph颗 觉得 崩庙 刀 品 监